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团聚的范燕 又因为我姐的终身大事吵了起来 前阵子我姐认识了一个男的 爱得死去活来 但这个男人不仅比他大六岁 还有过婚姻 还带着两个孩子 爸爸当然是不同意这门亲事 让我姐赶紧跟这个男的分手 我姐怎么肯 他瞒着爸爸还偷偷地跟那个男人交往 这事也就只有我知道 他让我保守秘密别告诉爸爸 我发誓我绝对是守口如瓶 而我爸却在我们仨的饭局上 质问我姐是不是又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了 我姐就把这事迁怒在我的身上 饭后 爸爸回到后妈家里 我和我姐回到我们住的地方 一踏进门 我姐马上就冲到我房间 拿了一个行李箱 把我的衣物都收拾好 将我扫地出门 这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 你没资格住在这 我叫肖木 那个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女生 木木就是我 肖童是我的亲姐姐 比我大八岁 爸妈年轻的时候工作不易 生下我姐后 把她送到乡下的爷爷奶家抚养着 后来 他们又意外地怀上我 那时候 爸妈刚刚买了一套房子 加上我的出生 生活拮据 姐姐便一直留在家乡抚养 2005年 爸妈才把姐姐从乡下接回来团聚 那一年 姐姐11岁 我3岁 3岁的我什么都不懂 只晓得多了个玩伴 很开心 从姐姐来的第一天 我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她身后 在我看来是形影不离 在姐姐眼里 却是厌烦至极 我4岁生日 妈妈买了一个巧克力芒果双拼的蛋糕 我特意留了一块芒果最多的蛋糕给姐姐 等她晚自习回来 我像捧着一份珍贵的礼物 呈现在她面前 姐姐你快吃 我满心地欢喜地看着她 下一秒 她却抬手将我推开 蛋糕从我手中滑落到地上 我嚎啕大哭 后面伴随着妈妈对姐姐的指责声 泪眼模糊中 我瞧见姐姐投来了怨恨的目光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姐姐不喜欢我 长大后 我发现姐姐的恨意不止对我 更是对爸爸妈妈 姐姐的学习成绩算是中上水平 正常发挥 考上好的学校是绰绰有余的 偏偏她初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 吵着闹着要学钢琴 要当音乐生 爸爸觉得她没有什么音乐天赋 更何况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根本不认为艺术能赚钱 觉得艺术以后就注定是讨饭吃的 遭到我爸的反对 姐姐突然像一头猛兽 他发了疯似的摔东西 完了之后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 你们没资格阻止我 我要的你们就要给 这是你们欠我的 姐姐这句话不单把我吓傻了 爸爸妈妈也愣在了原地 爸爸没办法 值得同意她学音乐 为了让她有更好的练习条件 还特意借钱买了一架钢琴 亚马哈这个牌子的钢琴 在那个时候我看起来是天价 然而姐姐的热度仅仅持续了一个月 她就放弃了读音乐 那台天价的钢琴被我爸无奈地低价转让 我18岁那年妈妈因病去世 妈妈在病床上最后的那段日子 不停地和我唠叨同一句话 你姐性格跟你不一样 你开朗活泼 以后你要多开解她 妈妈的叮咛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两年后 爸爸找了一个比她小六岁的新老婆 我跟着姐姐换她雪姨 继母脸上的笑向面团使劲揉拉开后 又迅速地收了回去 她安静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却让我们的生活不再安宁 雪姨在爸爸面前装得贤良舒德 在背后说了我们两姐妹不少的坏话 她巴不得我们姐妹早些出嫁 眼不见为净 爸爸所有的钱都能留给她和她的儿子 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姐姐和爸爸雪姨住在一块 有一次爸爸晚上应酬没有回家 雪姨在大厅里看电视 刚好电视节目 在播大龄圣女日后生活的穷困潦倒 雪姨趁着姐姐在这 连忙附和着电视节目讽刺她 哎 二十好几还嫁不出去 还住在家里吃父母的 住父母的 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儿啊 晚年都不得安宁 这些话姐姐哪听得下去 她把手里端着的一杯水 直直地往雪姨的脸上泼去 你算哪根葱 在这寂寂歪歪的 雪姨自然也不吃亏 一巴掌就挥了过去 你怎么不去死 丢人现眼 姐姐的脸上 瞬间泛起了鲜红的五指扇 而这句话更是碰出了姐姐敏感的神经 她转头直奔天台 大哭地喊着 你是不是想我去死 我现在就去 这可把雪姨吓坏了 要知道她再讨厌我们 一条人命是怎么都还不起的 幸亏姐姐也是一时冲动 周边的邻居也帮忙劝阻 这事才有惊无险 也是因为这件事 爸爸觉得我俩不能再和雪姨住在一起 姐姐自尊心强 心思也敏感 于是爸爸打算给首富买一套房子 写我们俩姐妹的名字 一起供房贷 我们就搬出去新房子住 我刚毕业回来 房贷供少一些 或者爸爸帮我一下 没想到这方案一出 姐姐首先是不同意 既然你还没有能力供房子 那就应该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你每个月付电费水费 交房租就好了 爸爸当时征求过我的意见 毕竟首富他也给了一半 他和妈妈的钱也有我的一份 不会全给姐姐的 可我觉得姐姐从小到大缺乏安全感 房子这事既然他想要一个人工 只有我住的份那也没关系 于是我就同意了 房子的装修款是爸爸给的 我还拿出做兼职的钱 给新家买家具 姐姐负责供房子 收拾房子那时 我无意中翻到姐姐的日记 我知道不好 可是看到这么一段的时候 忍不住往下看看 今天天气晴 老陈弹钢琴的样子特别帅 像极了我的守护神 为了他 我决定当音乐生 可以每天和他在一起 老陈被调职了 离开了学校 钢琴和音乐 现在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 原来当年姐姐执意要学音乐 是为了一个老师 那老师都能当他爸爸了 我好像是溃他了什么天大的秘密 又匆忙把日记本塞到了抽屉里 跟姐姐两个人住在一起 需要我迁就的就很多 姐姐的掌控感很强 所有东西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摆放 就连我房间稍微凌乱 他都会指责我 有一次我忘记了关厕所灯 我都睡着了 姐姐却把我叫醒 让我必须把灯关掉才罢休 我当时确实很不情愿 可这些事过了也就算了 更离谱的是 他认识了那个比他大六年的男朋友后 一股恋爱脑盲目的投入 还把他带回家里 爸爸明确的说过 让他跟那个男的赶紧分手 姐姐又一哭二闹三上吊 说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毁掉他的幸福 作为家里最小的成员 这是从头到尾 我都保持中立 没有说过姐的一句话 直到姐姐把我赶出家里 还说我没有资格住在这个房子 我彻底是喊透了心 后来爸爸也知道这件事 连忙把我接回家 并训斥姐姐 这房子虽然是写了你的名字 但首付是我付的 你把木木赶出去 那他把一半首付吐出来 姐姐挂满泪水的眼 望着爸爸 眼里全都是恨 你只会想他的感受 想过我的吗 十岁以前你管过我吗 没有 现在凭什么我要听你的 房子是你欠我的 爸爸心里的愧疚感 溢满心头 小时候对姐姐的亏欠 他跟妈妈都难辞其咎 这么多年 他们一直在努力地弥补 可是姐姐心里 还是过不去这坎 也许是出于愧疚 爸爸答应了姐姐 和他男朋友在一起 前提是 男方也得买一套房子 不能住在姐姐的房子里 谈的时候 男方信誓旦旦地答应着 姐姐也以为 自己很快便能成家 收获幸福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男人几天后 跟姐姐提出了分手 理由是他爱上了别人 爱上了另一个 有房子的女人 姐姐的世界 瞬间就崩塌了 姐姐失恋后 销售了不少 出了工作交集 其他时间都躲在房子里 本想着过段时间 他就忘了那个复心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也重新搬回去照顾姐姐 可是又发生了一件事 让姐姐的情绪 彻底地崩溃了 那天是妈妈的生计 排位放在我家 每次姨妈遗仗 小姨他们都会过来 给妈妈的排位上炷香 然后一家人 在一起吃个饭 我小姨平常有些口无遮拦 我姐那天喝了点酒 小姨一向看不惯我姐 那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对她好还不领情 小姨忍不住说了姐姐几句 年纪这么大 嫁不出去就算了 失个恋还走不出来 这就不应该了吧 那种男人送给我我都不要 你还惦记什么 还得家里人天天伺候着你啊 小姨说得起劲 我和姨妈连忙在一旁 给她一个眼色 小姨见了更是不服气 怎么了 我说几句你们就一个个的还帮着她 当一声 只见姐姐把啤酒瓶砸碎 指着小姨大喊 你还要说是不是 我让你说 说完 她拿着酒瓶就往小姨的身上砸去 小姨吓得躲在一旁 随后她又把矛头指向我 是不是你到处乱讲我的故事 不然别人怎么知道的一清二楚 姐姐正想朝我这边奔来 幸亏姨妈和姨丈连忙把她按住 她的情绪已经失控了 还想到厨房拿刀伤害自己 最难受的还是爸爸 她看着失控的女儿 只能亲手将她绑起来 才制止了后面的悲剧 爸爸抱头痛哭 后来我们给姐姐找了个心理医生 姐姐一开始是非常抗拒的 可是心理医生通过一些测试和疗法 渐渐地让姐姐信任她 心理医生每周都跟她面谈一两次 姐姐的情绪确实渐渐地稳定了下来 她开始会跟我聊家常 对我也没有了敌意 会跟我说笑 我看着姐姐渐渐开朗起来 心里也舒缓了许多 通过姐姐我明白了 不幸的童年真的需要用一生来治愈 而幸福的童年则可以治愈一生 希望父母们从小就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尽可能把孩子带在自己的身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